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现在完全是烈日炎炎 但是泡在这个温泉水里面 特别的舒服 四十年的葡萄树 还能结果吗 这么精致时尚 韵味十足的首饰设计者 到底是谁呢 想要知道这里的奇特事 请收看本期乡土 亚美尼亚寻奇 古老而又遥远的亚美尼亚 当我们再次踏上那神秘的土地 它会带给我们 哪些惊喜和发现呢 我们踏上了探索它的旅程 亚美尼亚寻奇 我们这一站来到了 这个空中缆车所到 叫塔特夫 听说是5.7公里 就是5700米 大概要多少时间才能过去呢 好像15分钟 虽然它的速度很快 但是还需要十几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感受一下 亚美尼亚的高山之间的 这个空中所到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现在我们这个缆车 已经穿梭在这个商谷里面了 真的是像有一句话说的 人在画中游啊 它觉得非常的独色 非常的吸引人 Where you come from From Germany Germany 哇 从德国来的 好远 So far 缆车在崇山峻岭里穿梭 虽然心而紧张地蹦蹦直跳 但是又很兴奋 要知道 这2010年建起来的塔特夫之翼 全长5752米 可是亚美尼亚国内 最长的可逆式架空客运所到 我觉得我们现在像那个 长了翅膀一样 We can fly Through the mountain The temple 对 通过坐这个缆车 我们真的能够看出来 亚美尼亚的这个直辈 是特别特别好的 每一座山都是绿的 特别的漂亮 So beautiful 它的绿化非常的好 为什么在亚美尼亚有这么长的空中缆车所到呢 原来它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 当地人告诉我们 山谷的这边有一个1000年前的古城堡 过去在这高山之巅 亚美尼亚先民又怎么样来生活呢 从这个缆车上下来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神秘的一个古城堡 你看它整个色调呢 是这个灰色的 在这个崇山峻里之间显得非常的大气庄严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古城堡 大概是哪个年代的 公元90世纪就开始了 公元90世纪 那离现在有1000多年了 非常的古老 听说机关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就想去看看 过去的亚美尼亚人是怎么生活的 那些机关到底里面有什么小的秘密在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第一个好玩的东西 你看它又高又直的矗立在这儿 我看大概应该有个5到8米之间 是不是这个 看你三个一样不过 大概5米 我觉得很好奇 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说它要是一个信号塔的话 怎么爬上去 也确实不太好爬 爬上去之后坐到哪呢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就猜一猜 这个柱子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高高耸立的石柱 没有可以爬上去的梯子 看来不是信号塔 那它会不会是藏宝的地方呢 在亚美尼亚地震经常会发生 旧时期的时候 就开始想办法 怎么可以早一点知道 然后避免一些危险 这个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地震仪啊 就是说如果地震来的时候 它能够有感知 地会动一下 它会向方的方向动 这样他们就会猜猜 就会有一些预兆 原来这个石柱相当于验震器 能够预测地震波的方向 因为处于高海拔地区 历史上有过地震发生 所以亚美尼亚先民 见它能够提前预知灾难的发生 这个古城堡又叫塔特夫修道院 曾经有人在这里修行 有饮食起居设施 在楼阁之间穿梭 我们仿佛看到了 修行人在倾苦的岁月里 修身养性的身影 哇 到这个地方真的别有洞天啊 那边就是高山 然后这个是一个单独的小屋子 Can you understand what is it 就是它让我猜一下 这个到底是干什么 我觉得你看它这个墙壁啊 这个上面都是发黑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烧火的地方 我说是烧火的地方 然后他说不是 那到底是干什么的 Bishop Washed His Hands 先生说这是一个洗手的地方 Wash Your Hand 1000年之内很多人来摸摸 黑色就表明它是很久 对 历史悠久 我看这个旁边有一些小的隔断 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的 13000的 放蜡烛的吗 对对对 那个书桌 放书的地方 书架 书架 就是一个小小的储物的空间 就是曾经繁华一时啊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只剩下空空的这个楼阁了 在高山之上还有这样清静的地方 仿佛能听到过去人们的读书声 除了教堂 读书室 城堡里还有房间兼具别的功能 看看这又圆又大的地洞 猜猜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什么用的呢 我是想试验一下这个洞啊到底有多深 其实我发现并没有太大的回事 那就说明这个洞并没有太深 由此可以推荐它其实不是一口水井 对 不是一个水井 所以这个洞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也觉得很好奇 我明白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放吃的东西的是不是 就是过去的人它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的这个温度是很低的比较凉 对对对是我们现在的冰箱啊 不光防潮防水通风也良好 即使交通不便 也能保证一段时间里不饿肚子 所以古老的城堡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清静安全生活也方便 在古城堡的附近 当地人介绍说 这里还有一个古老村落 过去是住在山洞里 也叫石头村 那里又有什么新鲜发现呢 亚美尼亚巡奇 今天我们这一站到了 据说是亚美尼亚当地的祖先呢 他们在这生活了三千年的 就是这个石头的房子 过去呢 他们要从这边山这边 到达那边的石头村啊 需要从这个山上 然后下到山底 然后再那么过去 但是现在条件好了 有了这个钢桥 然后一下就能通过去 他也参加了这个建筑 建这个桥的这个过程 这个桥有多长 一百五十米 一百五十米 他有多高呢 就是距离这个山谷的话 他说五十米 这位大叔的这个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都在这个石头城住过是吧 石头村 他也三岁的时候才出来了 三岁的时候就在里面出生的 因为峡谷深 过吊桥的时候 也让人胆战心惊 晃晃悠悠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如果说古老城堡条件优越 设施完备 那么石头村就是以严度为家 只能算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了 哇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眼前 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山洞 这么大一个山洞的话 在以前是他们的这个卧室啊 还是厨房 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时候组成两个部分 做日常生活的是 离那个因为这里凉快嘛 去握水 睡觉的地方 基本上比我们人 大概有个不到两米高吧 还是空间还是挺大的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洞 其实这个小的洞 它就是有点相当于 这个窗户的作为 window 它可以采光 然后补一些光进来 这样这个洞里面就不会太黑 它说是这个好的空气能够进来 and sunshine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住一大家子 我觉得这应该有个20平差不多 空间还是很大的 和学居部落里 一个洞里多户人家居住不同 这里一个洞一户人家 虽然洞里的村民 早已在50年前 在政府的安排下搬迁到新村 但是这古老的遗址留了下来 供后人参观 我们发现啊 这个山洞跟刚才比的话 更加的复杂一些 这边呢 跟刚才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大厅 完了这个地方有这个门楼 比如说还可以挡风啊 然后来了这个敌人啊 还可以就防疫一下 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还是两层的 是不是 两层的 这个房子真的 跟我们现代的房子 区别也不大了 所以就说他们祖先的这个智慧 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我们在后山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土洞 会不会是敌人来了 逃生的通道呢 大家可以猜猜 这个地方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更深更大的一个洞 但是这个洞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往下走的一个通道 就是说它随着这个时间它就是越来越大了 过去的人到底在洞里怎样生活呢 看看这里也是他们曾经用过的工具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难猜的 大叔您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到底是来干嘛的 为了孩子的 婴儿床其实就是 因为这样晃一晃小朋友能够睡得更踏实更安稳 但是我发现这个床上放了两个特别好玩的工具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烟斗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的作用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都是可以插到这个眼儿把它这个 男孩儿 对下边的男孩儿 就是相当一个引流的作用 这样把它给倒下去 这个也是吗 这个是女孩儿 我觉得太好玩了 真的没有想到 这样两个工具是给小朋友准备的 你小时候用过这个吗 用过 大叔说他小时候用过这个 因为他是出生在这个石头村里面的 所以他一定住过这样的房子 然后也一定睡过这样的婴儿床 用过这个 现在在我们看来这些石头房子呢 虽然都是冰冷的 而且是比较简单简陋的 但是呢在过去对于古老的这个亚米尼亚的鲜民来说 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外面不管是风吹雨晒 然后干活也好 回到家里面 就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美好的地方了 对 你是不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石头房子 我爸都没出现的 儿时的记忆和回忆 特别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相信大叔对这种石头房子 感情是特别特别深厚的 石洞看起来冰冷简陋 但是一家人住在里面 却充满了温情 这也是为什么 还有村民喜欢留在这儿 不愿离开的原因吧 为什么在亚美尼亚有这么多古城堡 古村落呢 原来亚美尼亚有古老的历史 还位于古丝绸之路上 地理位置重要 是当时的贸易中心 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 曾经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也掩盖不住它的独特魅力 这不 在一个叫杰尔木克的小镇里 我们听说了一种奇特的水 我看你喝得好香 so tasty delicious 有一点咸 salt and sweet 很特别的味道 真的给人感觉像是加了调料一样 这个是多少度的 你看温度 这上面写的有 这上面写的有 是50度的这个水 这奇特的水 是不是真的有50摄氏度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为了实验这个水啊 到底有多热 我们现在呢 装了这个一杯这个冰块 然后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冰块 能够马上地融化 哇 你看这个冰块 哦 马上都没有了 对对对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冰块了 全部倒在咱们这个 教授手上的全是这个水了 特别快地就融化掉了 那说明这个水还是很热的 原来这50摄氏度的热水 是一种热矿泉水 据专家说 它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来小镇养生的人 会经常来喝 还灌上几瓶带走呢 你看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个温泉水啊 咕咕嘟嘟的 但是呢 它的温度其实并不是很热 我觉得有点凉凉的 大概多少度 30度 虽然现在外面是烈日炎炎啊 但是泡在这个温泉水里面 特别的舒服 这个是真的是 原生派的纯天然的 这个温泉的石子啊 无论什么样的 这样的水里面能 泡一段时间 会健康很大 那我刚才就是这个地方 被蚊子咬了 泡一泡的话 会不会要好一些 对关节 对关节好 对 对 而且隔壁的人 对 都非常惊讶 非常喜欢 这个拳眼啊 我发现 如果要是我们再靠近它的话 它对这个身体 对皮肤有按摩的作用 有massage massage 特别强 好舒服啊 那个背对着这个拳眼 会很舒服 yes 它massage的皮肤 yes 珍珠 你不能泡太多 你泡太多了 一会儿出来的时候 都18岁了 被大山环抱的温泉 鼓鼓地涌动着 为来到的人 喜去身心的疲惫 丰富的微量元素 让这些拳眼增加了一份魅力 在杰尔木克养生小镇 像这样的拳眼 还有40多个 舒适的布局 雅致的环境 让这里成了度假圣地之一 亚美尼亚日照强 夏季长 为植物的生长 创造了有利条件 蔬菜 水果 草药种类多 比如光葡萄就有一百多种 在葡萄园主努瓦的家里 据说有一颗 很老的葡萄树 让我们好奇的是 它到底有多大呢 可以猜猜吗 这个是多大 纳维尔先生呢 让我猜一下 他家的这颗葡萄树 到底有多大岁数了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觉得 这个葡萄树 可能是你小时候 跟你小时候 一起长这么大的 那我想知道 纳维尔先生 他有多大岁数 他说46岁 那我觉得这颗葡萄树 有可能是四十年的葡萄树 四十二 猜的差不多 很接近啊 那就说明 这个葡萄树 是你在很小的时候 在你那个四岁的时候 种下的这颗葡萄树是吗 六克拉 它好像是我的兄弟 活物 就像你的一个兄弟姐妹一样 这个树上出现一个小的问题 我就很不舒服 这个葡萄树 伴着您一起成长 从这么小一个小朋友 然后到少年 再到现在一个中年人 就说你们互相见证着 彼此的成长 六百五十公斤 就接的葡萄啊 就这一棵树 就接了六百多公斤的葡萄 六百五十 太厉害了 这个葡萄树 是您的一个吉祥树 在我们中文化 就一棵吉祥树 给你带来非常多的 好的运气和好的生活 吉祥树 在努瓦的酒窖里 我们看到了这些 手工酿造的葡萄酒 葡萄酒是父亲留下来的 一直没有舍得喝 十年过去了 口感会随着岁月的沉淀 更加香醇 听他说呀 他们家有这个十五年的红酒 就是他自己家酿的 这一堆你看 这酒瓶上面全是灰尘 确实一看都是成分了很久 就是很古老的 那我想问问 哪一瓶是十五年的红酒呢 他说是在这下面的 这一层是十五年的 是吗 那就是说这么多年 一直放着没舍得喝 是吗 为什么要留着 为了介绍自己的手工 而且一种艺术的历史 那我想知道您这就是 2004年的这个红酒 打算什么时候打开喝 专注好这里的所有的环境 适合标准的时候 会打开那个最久的酒 就会喝 那时候你们也想参加 我邀请你们喝 等一起 那我们就太荣幸了 在亚美尼亚的巡奇之旅上 除了神秘的城堡 古村 热泉水和老葡萄树 这些崎岖 还有就是大师们手下 这一些巧夺天宫的宝贝了 亚美尼亚巡奇啊 我们今天来到了莉莉家里 据说莉莉啊 她的宝贝特别的多 看见没有 现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 特别大的这个百宝箱啊 里面的宝贝到底有多好多贵呢 再打开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 我们开这个百宝箱的钥匙的秘密就在这 哦 他们跟你要同时开始吗 跟一起的时候 可以跟一起打开 意思是 男人女人需要这么合一的做事 按咱们中国话来说 就是这两把就是相当于阴阳锁嘛 是吧 就是男和女 阴和阳 然后才能准备一个完整的 哇 里面还有机关发现没有 那这里面是放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照片 香水吗 香水 哇 so beautiful 这个是放香水啊 就相当于就是说 又好看又能散发这个迷人的香味 食用的价值 是 你看 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种材质啊 这个是木头做成的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 这个是镜子 是镜子 那它这里面这个花纹呢 油 油画 油画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材质 把它给组合在这一个装饰品里面 是吗 是 非常的漂亮 让人觉得很古朴又现代啊 这个水 太阳水 土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自然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哇 把它带在身上 非常的独特 对 这就是 多少个字母 36字母 36个字母都在里面了 哇 设计感非常的强啊 我们看出来这个设计者 他非常为这个亚美尼亚文化 就为自己祖国文化感到骄傲 所以他就用自己这个祖国的这个母语的这个字母 来做成这个手势 把亚美尼亚民族特色融入到珠宝饰品 而且还借用不同材质 让时尚元素凸显出来 这么精致时尚 韵味十足的手势设计者 到底是谁呢 看到这位正在打磨石头的男人了吗 要不是他专注投入的神情吸引了我们 还真难把这么一位粗犷的男士 和精致的手势联系到一起 正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独到理解 才制作出那么多意义生辉的作品来 这些在现场全身心创作的 都是他邀请来的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 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 在规定的时间里 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情感 都倾注在作品里 分享给周围的人 这些带着共同追求的 不同国籍艺术家 为我们的亚美尼亚寻奇之旅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就让这快乐探秘之旅 铭刻在你我的心底 在中国 祖辈的手艺是血脉 是基因 家乡的味道是思念 是香愁 手艺不能丢 味道不能淡 为之香妥中国 一方水土 一方民情 一道美食 一缕牵挂 吃前有期待 吃后有回味 香土栏目 推出精心制作的系列片 品味中国 带您去各地 体味每一道美食背后的 文化和民族 下期香土 带您到云南省普尔市的 井谷歹族遗族自治县 去那里看看人们的生活 品尝独特的美味